实力还是不错 这些女子500米指导赛的决赛啊 五金太湖湾在一道 二道是名为十加九江 这次两条亭又是在一二道当中排列 三道是香港有一四道 辽大连队五道东莞平乐 六道是广东远航九江 六道辽大连队 五道东莞平乐 六道 辽大连队 一分钟准备 一分钟准备 现在很紧急 现在远备 三道向后 三道向后 一道下去 一道稳住 三道向后 三道向后 六道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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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道向后 稳住 这边比赛开始还是明文十加九江和五金太湖湾的起航更好 两条亭在一二道当中啊 兵驾齐俱 看一下浮动滑的状态 逐渐的转入 从转入的效果来看呢 明文十加九江要更好一些啊 在保持传速的情况下 节奏滑的越来越明晰了 这边江苏五金太湖湾的奖平更高一点 但是传速还挤不上明文十加九江 明文十加九江的奖下拉奖距离非常的长 做工距离很很长啊 而且做工效果很好 逐渐的拉开了半条挺的差距 而且是保持着相对较低一点的奖平 所以明文十加九江的滑举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么转入途中的话 他们这个奖平并不是特别高 但是特别讲究奖温 以及他们在水下拉水的力量和力度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还是明文十加九江 现在是领先 五金太湖湾一条桃舟 看到这是托手李延英 以四十多岁 才能带领这支队伍 走南闯北 在国内国际 就是在国际上 也取得了145枚多金牌 他的金牌搭档 还有他的舵手 他会猪 现在冲刺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 没有悬念 没有悬念 还是 南海嘴江 对 领先的速度太大了 他们现在也不足以加奖 也不加奖了 基本上就是稳定的保持长奖滑行 冲锅中间就可以了 这样子在一百二百米五金太湖湾和明文十加九江的各得一斤以后 在五百米的比赛里面还是明文十加九江 计高一筹 获得这个项目的第一 我们这次 香港有一队呢也是应该说也是值得点赞的 他们昨天在前天在资格赛当中吧 已经有三支队被淘汰的情况下 他们进入到了今天的前六名的比赛 而且这个队伍当中呢也是新手 都是护士啊公务员呢退休人员以及家庭主妇新组建了一支队 香港有一队呢也是多次参加我们的中华龙洲大赛啊 但是呢 他一直以来都是相对更注重参与性 嗯 从人员构成上来说 就像刚才李永老师说的一样 那你说各行各业社会各界的人都有 而且都是一些以娱乐以参加 以活动以感受为主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啊 是的 一眼 除了 嗯 就像这样